这只小狗叫肥妹,今年十三岁 来之前是一两年之前 他有点痛楚,走路不太舒服 经过检查后发觉他有骨刺 所以我们会遇到针咎 今天这部机器有很多接连 这个叫电针療程 针咎有几种 有干针,有电针,有水针,甚至有奶咎 电针是最主要帮他混合血气 让他血气好一点 还有针咎最重要的作用是指动 可以指动帮他舒缓 一般针咎的疗程 要看每一只动物的情况是不同的 如果他是急性病 一个星期大概会针两次 这些属于慢性 每晚会变成一个星期 甚至乎一个月 要看每一个情况 其实肥妹来针咎也有好一段时间 我的进展也是良好的 有很多方便可以看到 首先主人看回他本身 如果他开始有骨刺 其实跟老人家都一样 走路会比较差一点 会痛 早上不是很远起身 这些都是普遍的情况 当然我们要再做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 X肝来说 可以确实他看到哪些位置 会有骨刺的情况 我们针咎也是基于他整体的情况 因为针咎是讲中医是讲整体的 我会跟他把脈 看回他本身的血气 那些位置 以及看X肝 根据他哪些位置 他继续做一个针咎的疗程 狗仔生骨刺 很多原因 不过最常见来说 都是一些老化 开始老了 像老人家那样 最常见的 因为他追尖盘的软组织 开始退化了 开始磨损 他就会产生骨刺 另外一个最常见的就是 封关节的位置 有些宠物 像肥妹 也有封关节的移位 老了的话 他会继续生骨刺 骨刺 骨刺骨中间撞 他就会很痛 预防的话 有些品种 例如大狗 本身围存 会特别倾向这些 预防就比较难些少 但是一般 预防的话 他就像人一样 他也是多些正常的运动 例如 走路走回大概每日半个小时 那些左右 他也有些少 那些补充剂 例如葡萄糖胺 鱼油 那些都会减慢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要提醒 千万不要给他 钙 因为钙的话 对狗仔来说 会是伤害大的 有机会生石 那些 钙的补充剂 就不建议了 如果一只狗仔 正常吃正常的狗粮 那些就够了 除了针灸之外 物理治疗 甚至乎油水 现在都有这些方法 可以做到 可以帮助他们舒缓骨刺 那些情况 都是要看每只动物的严重程度 一般的活动 其实走路 基本上都建议的 不要说完全不动 因为他痛 那些 那些 那些最差最差的情况 其实有些动物 如果骨刺很严重 鞋位有些很严重 其实现在有些手术 是直接换个肛关节 那些都有 要看回很多方面 那些年轻的狗 如果有这些情况 那些就会建议 大家会不会考虑 直接换个人工关节 那些 但是有时候很多老年的狗 有很多因素 看看值不值得做这件事 就要跟主人详细地讲解 现在抽一个叫葡萄堂安的针 都是帮助他愿惑一些关节 可能他反应大 常常打那支针 我怕他在一旦动 我怕他在一旦动 是啊 我怕他会动 他会打那支针 好了 那关了 一二三 好快 好快 一二三 哎哟 OK 靠近 来吃 哎哟 好好好 看一看 哇 医生今天请你吃 是不是好开心啊 嗯 真的好辣 好气 好辣 搞定 我刚才最主要打那些 骨针 那些 俗称骨针 其实是葡萄堂安的针 是一些 帮助修补关节 那些 的针 还有 我还会打一个 水针 我刚才不是提过 针灸 有普通针 电针 水针 水针 也是 针对穴位 帮助修补气 中医的角度 最后是针完针 是一个奖礼 刚才是心思虫预防的药 就是这样 牛肉味很好吃 家里面 陈罗 针 金 针 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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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